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非洲中部国家卢安达将首都吉加利的道路改造成小型球场 可以进行拉美运动 街头网球 在无车日时 社区居民纷纷来到球场打球或观赛 围观群众除了会帮忙计分 还会提供有趣的现场讲评 在平坦没有车辆停放的道路上 以分笔画出6.4公尺长 3公尺宽的小型球场 中间使用20公分高的板子作为球网 街头网球的运动风气正在卢安达展开 街头网球是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的运动文化 卢安达政府在去年的一次合作机会下 引进了这项运动 使用的球拍是类似桌球拍的长柄石木球拍 规则和计分方式也与桌球相似 有先赢得21分的选手获胜 卢安达体育官员表示 街头网球这项运动非常实惠 只需要小小的空间 任何人都可以玩 但较小的球场也意味着选手需要更快速的反应 可能会很累 围观的群众会帮忙计分 同时提供精彩有趣的现场讲评 整个人的群众会有点自动 终于食べ到大请订阅 感谢请订阅